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韩剑已经告诉你了 那张照片不是他的照片 你见了面之后有可能会失望 虽然你刚才跟我们承诺 说即便他跟照片上的人不一样 也满足不了你的外观需求 甚至身体会有残缺 你也都接受 是吗 你现在确定还要打开帘子吗 真的 韩剑 他始终执着地要打开帘子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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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会拿别人的照片 你大不了不给就算了 你干嘛给他一个期望呢 因为当时嘛 他和他男朋友分了之后 我就劝导他 完了慢慢的 我喜欢上了他 直到后来喜欢上了他 他给我要照片 我就害怕了 我就想啊 我说如果给了我的照片的话 给了我的照片 我不知道能不能他还跟我聊不聊了 我是真是想爱而不敢爱 但是后来我就又想 如果给我朋友的照片的话 也许我们两个还能继续聊下去 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 对不起 杨茜 这个对不起是要说的 网络本来就是虚拟的 我们更不能以虚假的资料来代替自己 杨茜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这一年多的陪伴和关系 我觉得没有你我可能走不出失恋的阴影 我觉得你真的特别好 真的特别善良 感谢观看